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处知识节 公司决议瑕疵的法律后果 那么公司的决议瑕疵呢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决议不成立 第二个呢 决议是我们可撤销的 第三个决议是什么呢 无效的 那么这三种情形如何来区分 您呢 先通过一个示例来把困 你看说A公司 准备对我们B公司呢 他投资 投资的数额是多少呢 是100万 他告诉你这是一个股份公司 那A公司里面的章程 对投资问题呢 他有固定 说公司对外投资 如果投资数额超过50万元 或者50万元以上呢 那公司得开股东大会 做决议 但我们A公司对这一次的B公司投资呢 他只开了董事会 没开股东大会 只开董事会 那我先铺垫一下啊 在股份公司里面 董事会的开会里面 法律对此有要求 说至少是 全体董事过半数出席 你才可以开会 还有出席条件 还有全体董事过半数 同一方可以通过 那他告诉你 这一次开会里面的董事会 有九个人 出席会议呢 他告诉你 有七人 出席没问题 是不是啊 然后同一这个投资事项呢 有四个人 我先问你啊 董事会决议通过没有 通过没有 没有啊 全体的过半数 你最起码是什么 最起码得是五个人啊 对不对 您知道里面四个人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所讲的个决议 就是我们决议不成立的情形 那么决议不成立的话 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呢 你压根儿没开会 你会都没开 那根本谈不上决议之友 当然我们也有例外啊 现在有限责任公司 里面那个股东会的话 他可以不开 由全体股东呢 在我们这个决定的文件上面 签名盖章 也能够产生有效的决议 这个是除外 一般情况下 你连会都没开 那根本谈不上决议之友 你说是不是 第二个 你会是开了 你压根儿没有对我们这个事项 进行表决 那我们也谈不上决议之友 第三个 你会是开了 出席道里面不满足 法律或者占成的要求 那后面根本谈不上什么呢 决议之友 对不对 你都开不了会 你出席条件不够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这儿里面 你看哦 出席这儿条件够 但通过这儿里面 不满足 法律要求 那也谈不上决议之友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决议不成立的 第二个 说决议里面这个无效 和决议里面的可撤销 我们以可撤销 就这个案例来分析 您听哦 假设这儿里面是五人同意 首先这个决议通过了吧 哦 那决议通过的话 这个决议什么呢 是成立了啊 但成立的决议 他有没有问题呢 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啊 占成要求你必须要开股东大会 您这儿里面只开了董事会 那表明我们董事会的决议内容 就该投资的这个事项 这个决议内容 他违背了什么呢 公司占成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说 你虽然成立 但是你还有瑕疵 这个瑕疵里面就分为无效的 和可撤销 那我就问你啊 无效的 如果我们的可撤销 跟上面的决议不成立 他们俩的区分点在什么地方 区分点就在于无效的 如可撤销 他前提是什么呢 诶 决议 成立了 通过了 但是呢 我们进一步判断其价值 你通过的这个决议 是有效的 还是无效 还是我们可撤销 能听明白吧 那么这两种有瑕疵的话 那很明显 哪一个瑕疵更严重的 无人之仪 无效的瑕疵更严重 那么瑕疵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有关于决议的内容方面 你有问题 对吧 第二个 这个会议 它召集程序 和表决的方式 你有问题 那很明显 就我们这个本质来看的话 决议的内容 它比我们的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干嘛 更为 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 你如果决议内容方面 您是 违法 就违法法律 行政法规 那无人之仪 这么一个重要的 本质方面的 又违法了法律 这个级别高的层次 那结局肯定是什么 两个字 无效 如果决议内容 它是违占 什么叫占啊 公司占成呗 像我们刚才董事会的 投资决议内容 就违背我们占成 是不是啊 那它是什么呢 哎 它是我们 可撤销的 啊 好 那么召集程序 比如说 公司占成要求呢 对书面的方式通知 您照上里面呢 是发短信通知 那表明我们这召集程序 就有问题 比如我们前面也讲过 开股东会里面 应该是由董事会来召集 结果呢 您呢 是自行召集 我们说第三步 才是我们小股民自行召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些程序性方面有问题 那无论是你违法 还是我们违占 违背占成 那吞吞都是什么呢 吞吞都是我们的 可撤销 所以我们要曾决议的两个方面 看 在什么层面出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 正好是四个选项 三个是什么呢 是可撤销的 一个是什么呢 无效的 就算我们是死记硬背 那么肯定是背少的 什么情况下是无效 那么剩下来有瑕疵的 通通是什么呢 可撤销 这是我们把 三种情形 咱们必须要搞清楚 好 我们来看一下条文 第一个 决议不成立的情形 你可以看到啊 第一 没有召开会议的 除非是这种 直接可以做出决定的 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 该让它除外 第二个 未对该事先进行表决的 第三个 你出席照里面 不满足我们法律 或占成的规定 你通过照里面 它不够我们法律 或占成的比喻要求 所以呢 根本谈不上 有决议之有 决议不成立 好 决议无效里面 如可撤销 你可以看到啊 那 决议内容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那肯定是最严重的 所以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 决议无效 你再看 决议内容 如果是违反占成 哦 那是我们的 可撤销 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 无论是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还是违反占成 都是什么的 可撤销 是不是啊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 仅有轻微的瑕疵 并且对我们决议 未产生 实质性的影响 那 您请求撤销 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 你比如说 公司占成规定 说董事会呢 他要召集 股东来开股东大会的话 应该以书面方式 通知 结果呢 您是发短信方式 通知 那我们看 这个召集程序 他肯定是违背了占成 那问题是什么呢 短信这种方式通知的话 人家也来参加会议了 对吧 那就表明什么呢 我们的召集程序 或表决方式 有轻微瑕疵 对决议呢 没有产生 实质影响 那此时 您请求撤销 法律什么 不予支持 这第一个问题 我们把情形 搞清楚 好 第二个问题 关于我们这个 明氏孙女 原告跟被告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要打官司 通过法律 让法律呢 来确认该决议不成立 确认该决议是无效 或者请求法律撤销该决议 那被告里面 这三种类型 被告很简单 都是以公司为被告 为什么呢 决议是体现公司集体意志 不是某一个人的意志 所以我们这儿是以公司为被告 那么原告里面 它稍有区别 对决议不成立 和决议无效 这两类的话 它原告可以是古灯 还可以是董事 监事等 言外之议 只要跟该决议 有实质性的利益关系的话 都可以成为我们这儿原告 毕竟我们说 这两种情形 如我们这儿撤销 三比较也 它更为严重一点 而可撤销状里面 可这个字就表明什么呢 它本性是有效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权力 请求撤销 有选择权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司法解释里面 它只赋予我们古灯 有权请求撤销 并没有给我们火箭 丫鬟 就没有给我们 董事和监事 好 同样道理 在医生法庭 变论终结之前 如果有其他人 跟我们有同样的诉求 那他们应该列为什么呢 跟我们一样 作为共同原告来处理 这一点 跟我们前面讲到 公司里面 股东权力 关注这个利润分配 请求权 是一样的规则 那我们下面 重点来看的是什么呢 撤销料里面 它有期限要求 每一每讲到撤销权 都有什么呢 撤销权行使的时间 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强调啊 自决于做出之起 六十天内 那我们前面讲到 民事法律行为里面 咱们讲过什么呢 讲过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其撤销权行使的时间 是一年 括弧九十天 再加五年 情形还记得吗 欺诈 胁迫啊 是不是啊 尽大误解啊 显示公平啊 那么这个 九十天是谁呀 尽大误解呗 一年 起算点 一般情况下 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撤销事由 知识 谁例外呀 胁迫呗 胁迫 自胁迫行为 遵止知识 五年呢 曾 撤销事由 发生知识 而我们照里面的是 六十日 曾决于 做出知识 言外地 你超过了六十天的话 您手里面 特效权 就消灭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特效权 行使的 时间问题 我们看 第五个方面 要保护 善意相对人 以我们刚才那个 事例 您听 爱公司 像B公司 投资了一百万 刚刚我们说过了 开董事会 对此表决 九人里面 七人出席 五人同意 首先判断 通过了 决议成立了 但是他违背我们的公司 赞成的要求 所以他属什么的 可撤销的 他告诉你啊 假账里面 他向法院这 去 起诉 请求法院撤销 我先问您 第一个问题 您告诉我 假账里面 有没有资格要求 有没有 是不是必须要持股 百分之一以上 并且持股 一百八千以上 还有同学点头呢 没有资格要求 这不是我们前面 所讲的 侵害公司利益的问题 明白了吧 他是请求撤销 董事会决议 没资格要求啊 别串门了 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 时间 是决议做出日期 六十天内 他有时间的限制 那么第二个问题 法院对我们 董事会决议 做出了撤销 那一旦被撤销 该决议什么呢 自始就无效了 是不是啊 所以公司事后呢 他跟我们的B公司说 说之前给您签订的 投资协议的一百万 因为这个决议 被法院撤销 所以呢 我公司给您 公司签议的一百万 投资协议 也因此而无效 会吗 如果B公司是不知情的 善意者 毕竟说 您这里面是公司 占成的规定 对不对 所以我对此呢 不知情 我也没有义务去查的东西 所以 明山法里面一个普遍性的 立法规则 要保护 善意相对人的权益 你看看没有 哪怕我们这个决议 被人民法院判决 是无效的 或者是撤销了 公司根据该决议 与善意相对人 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 也好 不受影响 言外之一 A公司之前 跟B公司 所签订的投资协议 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它不受其影响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说假如有限政策公司 股东王某呢 认为公司董事会 做出的一项决议 内论 他违背了我们占成 现在人民法院呢 提出了我们请求撤销的 那么王某呢 他起诉的时候 被告应该是谁 那我们讲 所有的决议瑕疵里面 在打官司里面 被告通通是什么呢 通通是公司 所以选递就可以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题 说某有限政策公司 由假以两名股东 分别持股70%和30% 2018年3月 已发现该公司 进入我们股东会 2017年2月 做出增资决议 增加了注册资本 你的持股比呢 被稀释 监察 该公司2017年2月 以后 你压根儿没开 股东会 是不是啊 你没开股东会 你哪有决议之有啊 所以我们到法院 那里面去告 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应当是 请求法院确认该决议 不成立 选B 好 这样我们把这个 有限政策公司 组织机构 这一块讲完之后呢 我们来给大家小结一下啊 那第一个股东会 这儿里面 你要搞清楚 两种情况下 可以不设股东会 分别是什么呢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和国有独资公司 第二个 股东会的职权 总共有十个职权 那我们重点提示五个 第一个是决定公司的 经营翻征 和投资计划 而不是经营计划 和投资方案 后者是董事会的 第二个 人事权呢 是选举和更换 非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和监事 并决定其报酬 是不是啊 高管的人事权 在董事会手里 那么还有三个是七九十 这七九十啊 请考生无论如何 要熟悉 增资减资 合并分立解散 变更公司形式 实施什么呢 修改公司占成 他是我们特别决意事项 得经过全体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 这个三分之二是强迹 表决权的 好 在召集和主持这一块里面 重点是要关注 有限责任公司 首次股东会 是由出资最多的股东 召集并主持 那么以后的三步走 第一步是什么呢 长子董事会 是不是啊 董事长主持不行的 副董事长再不行的 半数以上董事推选一名 如果董事会不能履职 第二步是什么呢 小二字监事会 如果监事会也不能履职 第三步才是我们小股民 小股民我们强调啊 持有表决权 在十分之一以上 好 那么提前通知这一块里面呢 先看公司占成 没有的 按照法定照里面 提前十五天通知 临时股东会里面 三种情形 必须要会的这个支点啊 必须要会 那分别是三个角色 一个是股东 一个董事 一个是监事 那股东照里面 我们强调表决权 在十分之一以上 董事长里面 我们强调人数 在三分之一以上 而监事长里面 我们强调整体一窝 是不是啊 监事会提议室 如果你不设监事会 那是一到两名 这个监事 他可以提议啊 好 股东问你们特别决议的话 情形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程序我也说过了啊 好 董事会这块里面 公司规模小 是不是啊 股东人数比较少 可以不设 董事会 同样的 也可以不设监事会 如果设董事会的话 人数方面是三到13人 有没有职工代表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要求 是可以有 可以没有 但是有两类性国的 其董事会成员里面 必须有一个职工代表 分别是国有独自公司 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主体 棍藤投资的 有限这种公司 啊 那么任期呢 是每届 别超过三年 啊 每届 别超过三年 而监事呢 是每届 固定为三年 他们俩任期 是不一样的 他们俩都是可以连选 连任 但尊头有人辞职的话 导致我们这个董事会 或者监事会成员 低于法定的最低人数的话 那我们强调啊 在新的董事 和我们这个监事呢 纠论之前 原董事 或者原监事的话 要继续履职的 啊 好 那么董事会职权里面 我们强调 有四个 他自己能够拍板的 是保盖头的钉 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 高管的人事权 第二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 和投资方案 第三 公司内部的管理机构的设置 第四 基本管理的制度 是由董事会来制定 啊 董事会里面 董事长跟副董事长 在有限责任公司里面 他是由公司占成 哦 由占成 直接规定的 而股份公司里面呢 是选举的 全体董事过半售选举 啊 好 召集跟主持的话 很简单啊 是董事长召集 不行的 副总认长 在不行的半售以上 推选一名董事 那这让里面 跟监事会 跟监事没半毛钱关系 因为是董事会 这让里面召集主持 好 那么监事会里面 他职权有七项 主要体现什么 监督这一块的知识点啊 那么人寿这让里面 他至少是三人以上 股份公司也是一样的 人数的要求 只有国有独自公司里面 是强调五人以上 哦 那么职工代表 那肯定是必须有的 而且呢 至少占到什么 三分之一 任期每届是三年 所以监事会里面 有三个三 第一 人数是三人以上 第二 职工占比是三分之一以上 第三 任期每届为三年 哦 那么监事会主席 跟我们股份公司里面 监事会主席 产生方法是一样的 哦 是全体的监事过半数选举 只有在国有独自公司里面 那董事长 副董事长 以及我们监事会主席 那都是由国家的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哦 来指定的 哦 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啊 来指定 好 那么董事或高管 那肯定是不能兼任我们监事的 啊 那么有限在那种公司监事会 每年要开一次会 啊 好 公司决议这一块里面的话 那首先把情形能区分开来 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无效里面是内容违反法律 而可撤销里面是三个方面 内容违反占程 程序违法或者程序违章 都是我们的可撤销 那么可撤销这一块里面 原告他仅限于古墩 实际呢 是决议做出知识期六十日内 那被告这三种情形的话 被告通通是以公司为被告 那不管我们决议被法院确认为无效 还是被法院撤销都不影响我们对上亿相对人的法律关系 都不影响与上亿相对人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 好 我们来看第三处考点 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这是一个重点内容 你甭管过去有没有考过主关题 这块是一个考主关题里面高频率的考点 主要考什么呢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把股权对外转让 那么这时候之内呢 他总共有这个五个方便 第一个是对内 那么第二个是对外转让 第三块 比如我们对外转让 这个里面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那么第四 被法院强制执行 股权被法院强制执行 那么第五个呢 是一股二脉 一股二脉的话 是我们今年教材里面 他增加的内容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关于股东之间 转让股权 那么公司法对于这个方面 没有做任何方面的强制性要求 那股东之间是可以相互转让起股权 法律对此他不介入的 因为我们讲没有打破人和性质 是不是 是你们内部之间相互转让 可以的 没问题 那么第二个 股东向我们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这处支撑点 您必须要高度准事 我们先举一个示例 您听 说贾和乙秉丁 这四个人呢 他开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贾账里面持股呢 他告诉你百分之十 现在是什么呢 贾准备把股权 他转让给我们的第三人 那第一个问题 贾要不要经过乙秉丁全部同意呢 先看公司占成 就转让程序里面 咱们是先给您充分的自知 先看占成 占成如果对此他没说的 那我们第二步 再看法定 法定里面公司法 对此是有要求的 第一不需要开股东会 因为有限责任公司里面的话 大股东是把持我们股东会的表决权 而立法者呢 是希望我们来班上小股民这儿 让他脱离苦海 所以法律那里面 他没说开股东会 但是呢我们需要征求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这里面啊 过半数是强调人数方面 人数方面是过半数 不是表决权 咱们前面也讲过一处啊 讲这个民意股东和实际出资人的关系里面 那个实际出资人 从幕后 想成为我们公司里面股东的话 那根据司法检论里面 他认识是什么呢 得经过该公司 其他股东半数以上 同意 这两块里面 还有一点点的区别啊 这个地方呢 也是指人数啊 讲那个实际出资人那一处里面 是不是啊 好 那如何呢 征求这个同意呢 得以书面的 或者能让我们以秉丁知晓的方式 征求意见 那么立法的 我要帮助我们这个小股民脱离苦海 他有两个 是为 同意的 好 向以秉丁发通知 来征求他们的意见 他告诉你啊 说以兆里面 不同意 明确表态不同意 秉丁里面是三二千 未回复 哦 然后丁照里面 他是 同意的 好 你来看啊 立法者说 其他股东三二千 未做回复的话 这个 他 视为 同意 哦 他视为同意 你有没有发现 丁照 视为 同意 丁照里面 明确表态 同意 我有没有满足 法定照里面 过半数 满足了 三个里面 我有两个人 同意了吧 是不是啊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股权 转让给我 你以这 不同意的话 请问 还需要让他去购买吗 不需要 为什么呢 你这 不通意 不影响我这 程序的通过 是不是啊 但我想问你啊 如果 表态 不同意 三个里面 有两个不同意的话 那不好意思 这两个不同意 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没有办法 满足过半数的 法定程序要求 所以 这两个不同意的话 您得认购 你们得掏钱 因为你走 按了我这样一个 股权转让的程序 如果你不掏钱的话 那不好意思 视为 同意了 就体现出立法者 要帮助我们的小股民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这儿里面 强调 是什么情况下的 俩否定 视为 同意呢 是强调 半数以上的 股东 不同意的 情况下 你得掏钱 认购 你既不同意 也不认购 那我们才是 视为 统一 能 听明白了吗 好 你听啊 说 假账里面 经过 以炳钉这儿 三分之二 以上 同意 把股权 对付贩 转让给物 可以啊 没问题 但是 以炳钉 他们想买 他们想掏钱 买这个股权 知道吧 那我告诉你啊 在同等的条件下 咱自己人 我不希望别人进的 在同等的条件下 咱们自己人 有一个什么 优先的认购权 所谓同等条件下 不仅强调我们的价格 还包括我们的交易方式 和我们的付款期限 都点是一样的 你们才可以有优先购买权 那么优先购买权 这里 以炳钉都想买 你多个主体 就两个以上的主体 你都想来买的话 他们之间怎么瓜分 那我们是两步走 第一步是什么呢 协商 对吧 第二步是什么呢 协商不成的话 我们按照 假贷转让时 以炳钉照 你们的出资比例 按照转让时 你们的出资比例 来瓜分这个10%的 对外转让的股权 那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 对此是有司法解释的 那我们待会来看 这个司法解释 我们先把这一块 里面条文先过一下 好 你来看 第一个 第一个是先看占城 对吧 你占城如果没有的 他才说 得经过其他股东 过半数 这里面是人数过半数 同意 好 有两个是为同意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这街道书面通知至起 满三二天 你没有回复的 是为同意 第二个 其他 古东半数以上不同意 哦 那你也 不认够的话 那是为同意 因为半数以上 就阻碍了我们这 过半数 所以 不同意的 应当要购买 不购买 俩否定 等于肯定 好 那么同等的条件下 咱们有优先购买权 如果都想买的话 协商 不成的 我们按照转让时 各自的出资比例 两步走 是不是啊 哦 好 我们来看最高人民法院的 这个司法解释 那第一个问题 不是任何情况下 股权给了外人 咱们都有优先购买权的 比如说 继承 继承照里面 原则上 其他股灯是没有优先购买权 除非是什么呢 你没有自己先前说好的 对吧 赞成另有 或者是全体股灯 另有一定的除外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主战 优先购买权 法院不予支持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优先购买权 照里面 那我不是等你一辈子 就一饼钉 你要想买的话 它是有期限限制的 那么 优先购买权 行使的期限呢 先看 公司占成 占成照里面 没说的 那我们看 通知里面的 时间 通知里面 没有的 或者有 不足三十天的 司法检说 至少应该要给他 三十天 那 我现在 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问是什么呢 说 占成里面 说好的 优先购买权 主战的时间 是二十天 然后 通知里面 它是三十五天 我想问你 其他人应当在 什么时间内 主战优先购买权 给你三个选项 第一 二十天 第二 三十天 第三 三十五天 你按哪个 按二十天 为什么 刚才那几个 是有 次序的 我们先看什么 先看 占成 占成 没有的 再看什么 再看通知 老师 你占成里面 你不足三十天 占成里面 是多少 按照多少 民商法 司法里面 法律里面 他首先给你 充分的自制 你们自己定 是不是 而且我们说 占成那可是 经过全体 古灯 签名 盖章的 那表明 你们之前都认可 这个时间底 哪怕他不足三十天 我们还是得按照 占成里面 这个二十天 来主战 听明白吧 好 您听第二个 说占成里面 他没说 通知里面 他有 说通知里面 说的是什么 是二十天 那我就问您 此时 其他国人 应当要有 多少天的 优先购买权的 行驶期限 这里面 就不能按照 二十天的 对 按照 三十天 为什么呢 他不足 听明白吧 所以 占成里面 哪怕不足 三十天 我们还是按照 占成的 时间 处理 通知里面 不足 我们才是按照 三十天 这点 必须要搞清楚 好 那么转让发 他可以有 反悔的权力 就是 我这股权 假说 我不卖了 这种情况下 请问 以炳丁 还能够主张 优先购买权吗 不能 所以你看看没有 对其他股权那优先购买权主张 发生什么呢 不有支持 但是你之前说 对外卖 我们忙活了半天 你事后呢 虽然有反悔权力 你耍我们 所以以炳丁 虽然买不到 假的股权 但是 就这样一个准备 假这样一个反悔 导致我们这 合理损失 假应该向 以炳丁 承担 赔偿责任 这个发生什么呢 是予以支持的 所以 转让方 他有放弃转让的权利 因为 我放弃转让 就表明 我维系公司原先的股权结构 和股东干嘛 这个人和性 所以呢 司法解释里面 才会讲到 他要放弃 你们就不能买 好 我们来看第四块 是人民法院 强制转让股东股权 那表明该股东肯定是欠债 说假这儿里面 他如果欠我们 物账里面欠十万块钱 物质通过人民法院 对假在我们 A公司里面的股权 百分之十 做强制执行 我想问你 法院动手的话 还需要经过我们 以贬丁 所谓的过半数同意吗 还有同意这一说吗 法院呢 可是暴力机关 他干事还要经过你们同意 那就不叫人民法院了 叫你儿子 所以这你们根本谈不上 我征求你们同意问题 但是法院 他有通知义务 通知谁呢 通知全体股东 还要通知A公司 通知假很正常 为什么呢 得告诉他 有人找我办理 是不是 通知乙秉丁定干什么 你们买不买 你们买钱 你们先买 因为他们照样有种的 通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钱 但法院可不得你们一辈子 法院只给你们二十天 这玩意是法定的 你看到没有 二天内你不行驶的话 是为你们犯弃了 你后面买不到了 好 那么通知A公司干什么呢 A公司你们又干活了 董事高管 董事高管干什么活 得办理我们股权变更过户 把你股权变更 是不是 所以要通知公司 以及全体股东 这个受制 您是必须要盯住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五个 是一股二脉的处理 那么一股二脉这块里面呢 是我们今年教材里面新增的 我们把责任方面搞清楚 跟基本常识是一样的 您先听事例 那假把股权呢 他先卖给我们物 他刚二零四月一号 签协议 事后呢 又把该股权呢 他卖给根 说五月十号 签活成 那问题是什么呢 该股权已经被我们A公司里面 董事高管呢 办了过户的我们根的名下 而根在寿让该股权时 他不知情 假已经卖过给物了 那表明根的角色是什么呢 是上义 是不是啊 那又来了啊 明山法里面得保护我们上义 第三方这儿权 所以第一个问题 该股权是谁的 那肯定是什么呢 是根的 人家先下手为强 是不是啊 都已经股权过后他名下了吗 但物账里面签完协议 他整不到股权 这份协议那可是有效的 所以他有权利让我们这个一股二脉的远古人甲 对自己承担什么的 承担赔偿责任 可以 他不仅可以找我们这个甲 还可以找我们有过错的这些主体 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些 比如说 董事高管 董事高管你明知道干嘛 甲已经把股权卖给了我 你还帮助甲把股权过负 要跟在名下 那这样一些董事高管 你应该对此呢 承担相应的责任 你在比如说 物账里面通知我们董事高管 你赶紧把股权 帮到我的名下 你们不办 对不对 还有 背后的实际困执人 就是甲背后的老丸头 实际困执人 他指使我们这个甲股东 把持有A道里面 股权一股二脉 那你是什么的 有过错 他也应该对此呢 承担什么 相应的责任 当然 如果这个受让人误 你自己也有过错 董事高管 照里面 是不该把这个股权 办到我们跟在名下 你自己干嘛 你没有催告我们 来办这个事 你自己本身也有过错 他有过错的话 都要减轻我们 上书主体的相应责任 就是过错相抵问题 所以你看一下 第一个 包括股权这一块里面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 上义取得制度来处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股权应该是归我们 上义第三人 那么在责任承担里面 受让股东 请求原股东 承担赔偿责任 没问题 对没有及时 办理变更登记 有过错的 董事高管 或者背后的实际困执人 承担相应责任 法院 应与支持 但是 哥们你自己对此 为及时办理变更 也有过错 那我们过错相抵 是不是要减轻 上述这些主体的相关责任 我想这一块支撑点 跟我们基本谈是什么 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几个例题 先看第一题 说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之间相互转让 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应该要经过其他股东 过半数统议 对吗 股东之间 是可以的 法律对此 没有任何强制性要求 这个应该是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其股权 前提是张成没说的情况下 才是我们张网里面应当要经过其他股东 过半数统议 我们看第二题 说张网里三人贡东出资 涉及责任公司 公司张成对我们股权转让 没有特别困难 张成没说的话 你要把股权转让给外人赵某的话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首先 这书面通知 征求其他股东 过半数 同意 他告诉你啊 张某跟王某都不愿意购买 则黎某 可以把股权转让给赵某 你来看一下 张某跟王某都不愿意购买 颜某之一 我视为你们同意 对不对 你们俩不同意 你不愿意购买 我视为你们同意 我视为你们同意的话 我就满足到你们的 其他股东 过半数的问题 所以自然就可以把股权转让给外人 好 我们来看第四处考解 是特殊的 有限责任公司 这一块支撑点呢 主要是考我们的客观期 那两个方面 第一 义人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 国有独资公司 那么义人公司这一块里面 首先啊 这个股东 咱们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啊 这里面人 他只能是自然人 或者是法人 或者是法人 绝不能是其他组织 这个必须要搞清楚 对自然人投资的呢 一人公司 我要防止你 难认公司 法人和古灯 有限的 他不给你开 冰潭红楼公司 言外之意 你要开的话 开一个 而且这一个 一人公司 不能再投资 新的一人公司 言外之意 有独生子女的 这种要求 这个仅限于自然人啊 法人对此 他是没有限制的 因为个人太会玩了 知道吧 好 登记民事里面 那么要么是著名自然人 独资 要么什么呢 法人独资 那么公司里面 是不设股东会的 就一个嘛 所以我们股东在做决策方面 应当要采取书面的形式 然后公司联报 是法定强制审计 必须要经过 快点事务所审计 这是法定强制审计 人格法 我们前面讲 第一个支持点 就讲过的 对一人公司 对外不能缠债的话 那股东帐里面 你自己证明 你的资产独立落幕 公司资产 你证明不了的 不好意思 那就得 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举证责任 不在这权人 在自证清白 在股东这一边 你自证清白 好 我们来看几个例题 说陈某总没设立一家 一人股东公司 在该公司 占成理定的下列内容里面 不合法的事 陈某不能证明 公司资产独立 如股东自己资产的话 应当对公司债务 承担年代 才是正确 陈某不可以再设立一个 是的 他只能开一个 一人公司 而且该一人公司 还不能再投资 新的一人公司 该公司不设股东会 没问题 有陈某行事 股东会的职权 没问题 然后这个 该公司设董事会 董事会成员是陈某 及妻子两人 我先问你 设董事会 可不可以 可以 董事会里面 成员两人可不可以 不可以 董事会 最低三人 最高13人 你就想着嘛 会嘛 对不对 所以 后面是错的 那就应该选递选项 好 第二题 说尼某设立一个 一人一人公司 这可是自然人 只能开设一个 而且这个公司 还不能再投资 新的一人公司 决定不编制 财务发展报告 说是 不仅要编制联报 还得经过审计呢 决定不设股东会 那没问题 决定用公司盈利 再投资一个 一人公司 不行 有计划生日的要求 决定由尼某本人 担任公司经理 和法令代表人 行不行 那没问题 甭管是法令代表人 只要你不接任监事 就行了 法令代表人 就三个 董事长 执行董事 总经理 对不对 咱们这儿里面 不搞股东会的话 那你干 法令代表人 干经理都没有问题 所以 正确的是 二跟四 二跟四 好 我们来看第三题 王某出资设立 假一人 一人公司 以下简称假公司 假公司下列 其他里面 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事 假公司决定 投资 设立新的一人公司 不行 这是自然人投资的 是不是 他有独生子女制要求 决定会计 年度中约了事 不编制报告 不行 要编制 还要经过审计 不设股东会 没问题 然后股东王某行使股东会 相应的职权 做决定时 为什么书面显示 不行 应当要采取书面显示 做决议 所以应当是选C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国有独自公司 我先说明一下 国有独自公司 很多是在特殊行业 涉密的行业 比如说军工企业 比如说媒体 您听 中国国际广播电视总公司 你想都不要想 它肯定是什么呢 国有独自公司 因为它有很多涉密方面 那第一个问题 公司占成的规定 公司占成有两种产生方法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来制定 我上课里面 喜欢把它简称叫国资委 国资委有很多级别 有国务院下面 国资委 有省的 市的 对吧 好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由看门狗 董事会 来制定 定是颜值盘的定 拍不了板 报国资委呢 来批准 这是第一 占成如何呢 制定 那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 是全体股东 共同制定 咱们这儿里面呢 要么是国资委 要么是董事会 报国资委批准 在整个机构里面 首先它是不设股东会的 咱们讲过 两类的特殊的有限责任公司 没有股东会 那股东会的职权 由谁来行使呢 由政府授权的国资委来行使 那么国资委可以把部分的 股东会的职权授权给 他们狗董事会来行使 但是有例外 有些职权必须是国资委 亲自而为之 不能给我们公司董事会行使 这几个例外情形 请考人必须要搞清楚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三千 我上课讲习惯了 三千 教材里面只有两个 增资减资和发行债券 你看到没有 增资减资 发行债券 跟钱有关系吗 其实我们讲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法里面 还有一个叫分配利润 教材里面没说 我上课 上这么多年习惯 讲这三千 这个分配利润呢 你背不住 没关系 毕竟我们说 中级考试 以教权为难本 第二 五命是什么呢 五个跟生死从丸 教权里面只有四个 是合并分立 解散 申请破产 其实呢 还有一个改制 翻译起 就是三千跟五命 那么三千跟五命的话 必须是国资委 拍板 不能授权给看门狗 懂事会 其中 这五命的话 要看企业的内型 如果他是一个 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 为了这五个 生死从丸方面的事项 还需要 报本级人民政府 来批准 那就要看 这个独资公司 是什么级别 如果是延期的话 就要报国务院 如果是审守的话 就要报 省政府 省政府 这是例外的情形问题 好 董事会 是有的 那么董事怎么产生 你就想着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就相当于是 古灯这个角色 就他一个人 是不是 所以呢 主要是由他委派的 别忘了 他可是姓国的 所以必须有职贡代表 而这名职贡代表呢 是由职贡代表大会 来选举产生 所以我们还不能说 国有独资公司里面 董事全部有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 不是的 他必须有 职贡代表 至少有一个 好 董事长跟副董事长 怎么产生 咱们前面总结过了 两个字 国资委指定 是不是 好 再外 兼职问题 那首先 董事会成员 能不能 兼任我们的 总经理 一般在公司里面是可以的 我前面还开过玩笑 说董事长兼总经理 兼我们保安队 队长都没有问题 但在国有独资公司里面 为什么董事会成员 他没有经过国资委 同意 不能兼任 因为 这是一个百分百国家出资 如果你既干董事长 又干总经理 我告诉你 您是土环地 你信不信 你一手遮贴 权力缺乏制衡 那我告诉你 容易发生经济错误 明白了吧 那么总经理怎么产生 总经理是高管 高管这儿里面 董事会呗 这跟我们一般公司是一样的 人事权方面 跟一般公司是一样的 那么董事或高管 能不能在外 在其他的公司里面 或者机构里面兼职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呀 因为很多都是涉密单位 我刚才跟您说 那个中国国际广播电视 总公司 就是我们常说的 追压电视台 它是一个涉密单位 所以你没有经过国资委同意 董事长 副总长 董事高管 不得在其他公司里面 或者机构里面兼职 那我告诉你 一般的公司呢 一般的公司里面 我们只是说 敬业方面的行为 你不能干 除非你经过了股东会 股东大会同意 如果是非敬业的话 不需要经过股东会 股东大会同意 你是可以从事的 对不对 但这里面 甭管你是敬业的 还是非敬业的 一律不认输 除非你经过了国资委同意 所以在兼职方面 他要求更为严格 好 监事会里面 重点是要关注人数 这是一个经常性的命题地方 一般的公司里面 人数是什么呢 不少是三人 咱们仗里面不少是五人 前面我也解释过了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所以他追加了两个人 至少有五个人 成员怎么产生 那还是由国资委委派 当然职工代表出外 监事会主席怎么产生 那还是国资为什么呢 从监事会成员里面指定的 任期每届为三年 然后职工代表不低于三分之一 这些都跟我们的一般的公司是一样的 就是人数在里面 不一样 头在里面产生不一样 是不是啊 然后成员的构成方面 他稍微不一样 是由国资委委派在家职代会选举 好我们来看几个例题 说下呢 关于我们国有独特公司 总统机会表里面 正确的是 国有独特公司应当要设股东会 不设 他股东就是国家 国家授权给国资委来律师 B董事长是由董事会选举不对 董事长是国资委指定的 经过国资委同意的话 那董事可以兼任总议 那是没有问题 一般不可以 但是经过同意了可以 然后监事会主席选举 那不对 一般的公司里面 监事会主席是选举 在照里面是指定的 所以应当是选C 好我们看第二题 监事会的组成里面 比如说不合法的是 主席是过半数选举不对 指定 不少人五人正确 董事不能兼任监事 这场里所有的公司里面 董事高管都不能兼任监事 正确的 然后成员里面 提供代表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没有问题 所以错误应该什么 选A选项 好我们看第三题 说下来关于国有 读书公司 走入机构表里面 正确的有 董事会成员 应当有公司职贯代表 是的必须有 不设股东会 有国资委呢 来行使股东会职权 没有问题 每届任期 董事每届别超过三年 是的 任期方面 跟一般公司一样的 每届别超过三年 监事是每届为三年 没有问题 就这儿有问题了 这是一个经常性的 考试的一个支持点 人数是 不少是什么人 五人 所以D是错的 好我们看第四题 就是一个表里面 正确的有 必须有职工代表 出认董事 没问题 必须有职工代表 出认监事 是的 而且还强调至少占比三分之一 但上面他没有占比 最起码有一个 然后选举那不可能的 对吧 他的国资委指定的 不受股东会 没有问题 选ABD 他问题是正确的吗 选ABD 好我们来看第五题 好 正确的是 未经过国资委同意 经理不能在其他公司兼职 是的 不仅包括经理 董事也不可以 董事高管都不行 应该设股东会 错 成员为三人 错 至少为五人 董事和成员可以没有 职工代表 错 必须有一个职工代表 至少有一个 所以正确的选A选项 好 这样我们把这个特殊的 有限资论公司 讲完之后 我们照例来小结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 一人有限资论公司 那第一个 自然人 他有受联要求 你只能设立一家 一人公司 并且该一人公司 不能再投资新的一人公司 第二个 民事 民事里面是自然人 独资或者法人独资 不存在着我们的 其他组织为股东的身份 第三个 不受股东会 当然我们股东做决议 应该采取书面形式 第四个 联邦必须经过审计 第五个 你自证清白不了的 对公司债务就需要承担 连带责任 在独资公司债务里面 章程怎么产生呢 两种方法 一 国资委自己制定 一轮是董事会 制定之后 报国资委批准 第二 不说股东会 国资委行使股东会职权 可以授权给董事会来行使 但是我们讲过 三钱跟五命 不能授权给董事会 得自己来行使 三钱是什么 是增资减资 发行债券和分配利润 这三项跟钱有关系 五命是什么 是合并分利解散 申请破产加改制 如果是最要的国有独资公司的话 那我们还强调 这五个方面 必须要先报警 本级人民政府来批准 董事会 那成员里面是两块 职工加委派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董事会里面 这个兼职问题 那未经过国资委同意的话 董事会成员 不能兼任总经理 也不能在外兼职 好 监事会这一块里面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人数 不少是五人 不能少是五人 然后这个董事长 跟这个副董事长 还有监事会主席 怎么产生 是由国资委指定的 谈不上选举问题 好 我们这一讲呢 给朋友们讲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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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